格林多后书第二章 所以我拿定了主意 不再带忧苦到你们那里去 因为如果我使你们忧苦 那么除了那有我而受忧苦的人外 又有谁可使我欢乐呢 为此我写了那样的信 正是为避免我来到的时候 那本该叫我喜乐的 反而叫我忧苦 因为我相信你们众人 都以我的喜乐为你们众人的喜乐 我在万般的痛心忧苦中 流着许多泪给你们写了信 并不是为叫你们忧苦 而是为叫你们认清 我对你们所有的爱多么卓绝 如果有人使人忧苦 他不是使我忧苦 而是使你们众人 至少使一部分 免得我说得过火 这样的人 受了你们大多数人的谴责 已足够了 你们宽恕劝慰他 反倒更好 免得他一时为过度的忧苦 所吞噬 为此 为此我劝告你们 对他再见起爱情来 其实也正是为此我才写了纳心 为要考验你们 看你们是否在一切事上都服从命令 你们宽恕谁什么 我也宽恕 因为我所宽恕的 如果我曾宽恕过什么 是为你们的缘故 当着基督的面而宽恕的 免得我们让撒旦占了便宜 因为我们不是不知道他的心意 当我为宣讲基督福音来到特洛阿时 虽然给我开了为主工作的大门 但因我没有遇到我的弟兄弟夺 我的心神得不到安宁 所以辞别他们到马其顿去了 感谢天主 时常使我们在基督内参与凯旋的行列 并借我们在各处 波扬认识基督的芬芳 因为我们就是献与天主的基督的心香 在得救的人中是 在丧亡的人中也是 但为后者 是由死入死的芬芳 为前者 却是由生入生的芬芳 对这样的工作 谁够资格呢 至少我们不像那许多人 为利而混乱了天主的道理 我们宣讲乃是出于真诚 出于天主 当着天主的面在基督内 是赌家庭的参与 是赌家庭的参与 出于天主的参与 まあ 是赌家庭的参与 在不得的 参与